下面呢就开始讲 第一章 生母 在我国传统音韵学中 生母又称作生 牛或者生牛 比如我们现在常常说的双生 或者是黄坎先生所提的古音十九牛 其中的生牛都表示生母的意思 古代汉语共同语的生母系统 比现在的普通话要复杂得多 生母数量呢也要多一些 比如古代的三十六字母 就大致反映了中古后期 汉语共同语的生母系统状况 这说明汉语的生母系统 从古到今是处于发展变化之中的 下面讲这个生母这一章的第一点 有关术语的解释 首先要介绍的是术语三十六字母 古人对于生母的分析方法是 给每一个生母取一个汉字作为代表 比如 河生母就用邦这个字来代表 河生母就用端这个字来代表 河生母就用泥来代表等等 这些代表生母的专用字就叫做字母 三十六字母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字母系统 它是宋代人在唐代守温和尚制定的三十字母的基础上 根据当时的实际语音增补调整而成的 这一字母系统可以作为上推古音 下连基因的一个重要的汉语生母参照系统 所谓守温三十字母 是这样的 它分成几类 比如说 纯音 不方并名 舌头音 端透定迷 舌上音 知彻成日 牙音 剑七裙来移 尺头音 精青从 正齿音 沈穿善照 清喉音 心邪小 着喉音 霞玉影 现在关于三十字母的材料有两种 一种叫做归三十字母粒 现在它的原件是存在英国伦敦胡列颠博物院 引印件收入了周祖母先生他所编的唐五代运输集存里面 另外一种呢就是守温运学残卷 这个原件呢也存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 引印件收入了刘富先生的敦煌舟 守温三十字母的名称与三十六字母不完全相同 排列上呢 排列上呢显得就不像三十六字母那么整齐 下面呢我们是有这么一个图表做比较 前面呢 前面呢是唐代的守温三十字母 和三十六字母相比 它的归类应该说就是心和邪 所以它分在了就是头音里面了 其实应该是这个齿头音 还有呢 舌上音它里面写了指日 其实呢应该是正齿音 还有呢就是牙音 来三十字母里面是这么归的 其实应该是舌头音 宋代的三十六字母 在三十字母的基础上 多了一类唇音 就是清唇音 非夫凤威 同时呢还增加了舌音的娘 和齿音的床 三十字母 在语音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 它反映了由卸韵生母系统 到三十六字母生母系统的过渡状态 主要特点是 唇音只有一类 说明当时清唇音还没有分化出来 正齿音只有一套 说明卸韵时期的张组 庄组两套生母在当时已经合流了 下面我们来看三十六字母 三十六字母也就是三十六个生母 它们的分类及其具体音质 但是够理呢 如下面的这么一个表 这个表里面的女音 我们主要参照王力先生的 汉语语音史当中 晚唐五代音系的生母系统够理 中古三十六字母表 大家看 总共这三十六字母 它的名称是怎样呢 请看看 我们按它的发音 从部位来对它一类一类的加以说明 首先是唇音当中的纵唇音 是邦康并明 清唇音 清唇音是非夫凤威 舌音当中的舌头音是端透定谜 舌上音是支撤成娘 齿音类 齿音类当中的舌头音是精清从心斜 正齿音是照穿床审善 下面一类是牙音 见西寻仪 猴音类是颖玉小侠 下面两个半舌音半齿音类 半舌音是来 半齿音是日 这就是三十六字母的内容 在这儿要说明一下就是这个西 作为生母代表字 它是代表古代的T生母 所以呢我们今天读它这个生母代表字呢 是读成7 而不是读作现在普通话的这个西 这样的这个读音 在这儿呢加以说明 三十六字母 我们一定要熟记 因为前面已经说了 它是作为我们古音研究 上推古音下连精英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统 这个名称呢 呃 无论是研究上古音还是研究现代方言 都会用到它 嗯 这个呢是很重要 最好呢是把它记住 请大家看黑板 这个汉字呢是也就是字母 是代表字 这三十六个代表字 它表现的是宋代这个时期 我们汉语生母系统的一个面貌 但是呢我们要注意 这个三十六字母它的读音 并不是我们今天普通话 这样的读音的生母 比如说 这个字母后面的方括号里面的是国际音标 这个国际音标呢是学者们根据方言 或者是对音材料等等所够你出来的当时的这个生母系统的实际的读音 比如邦是如果我们加呼读音阿它的原音呼读音是阿的话呢 它的生母是巴 汤这个加上呼读音我们读它的生母的读音是他 并这个呼读音加上阿的话呢 应该是它是一个拙音是巴 明它代表的是M生母加呼读音是妈 那我再把纯音这个读一遍啊 是巴 趴 巴 妈 这四个生母 注意 这个病 大家一定不要写成这个病了 因为在古代 这个病和这个病它的生母不一样 这个是着生母巴生母字 这个呢是全清生母是巴是帮母生母字 嗯 在这呢 大家要注意千万不要写错了 下面我们看第二组三十六字母的这一组 组 它是双唇成组 然后除组的时候 它是唇齿这样的部位 比如加呼读音啊 它是巴 呼是巴 缝是浊的色彩音 是巴 微母 注意 它和明母 就是么松母 它的翻译部位不一样 它是唇齿部位 这个是妈 比较一下明母和微母 明母是妈 微母是妈 唇齿的这个成组的发音部位 好 我们再看第三组 三十六字母的端 透 定 尼 这一组生母 我们现在普通话里面 是基本上是有 但是卓音没有 我给大家示范读一遍 当时它所代表 代表的宋代的读音 是 端是 搭 透是 他 定是 达 你 你 是 那 第三组 第四组了 应该是 知彻成娘 这一组 是 他的发音呢 和我们现在 我们普通话 现在是 基本上没有这种发音的 它是属于 舌面 的 色音 那我试着给大家读一遍 就是当时 也就是说 设想当时古代 这一组生母 它所代表的 古人的 这个读音情况 知 是 家 撤 代表的是 他 成 它所代表的 拙音是 家 娘 这个代表的 他的生母 是 舌面 鼻音 娘 好 精 清 从 心 邪 这一组 生母字 这一组生母呢 是 这样的 它 这样的发音部位 我们现在普通话 基本上 还 保留着 读音 是 精 是 扎 清 是 擦 从 是 扎 心 是 撒 邪 是 扎 好 赵 这一组生母 赵 穿 床 审 善 这组生母的读音呢 它是属于蛇叶音的读音 呃 我们 构理成这样的读音 那么 当时怎么发的呢 比如说 赵 是 家 穿 是 插 床 是 家 沈 是 沙 善 是 呀 这个 清 拙 这一组是对立的 再来一组是 建组 建 七 群 泥 这个七 再说一遍 我们不能读成现在普通话的西 因为它当时所代表的是科生母 所以呢 尽可能的是能够反映当时的这个实际读音 这个当时生母的理音 建 是 嘎 七 是 咖 群 是 嘎 泥 是 啊 下面 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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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育 小 霞 这一组呢 是 赢 学者们一般呢 是够你他为零声母 那么零声母 也就是说 他前面呢 基本上是没有辅音的 所以呢 如果我们是 你赢母 我们就把它当零声母 那就是啊 但是 有学者 比如说 李方贵先生啊 还有就是国外的 呃 Baxter 也就是他的中国名字叫 白衣萍 等等学者 他们认为 可能中古时期的这个 赢母啊 他是有 一个 喉色音 也就是一个青的喉色音 这个喉色音用国际音标呢 是写成这个 那么 如果是银母 我们读 加上忽读音 读银母的话呢 我们可以读成是 啊 那么 大家注意 如果是零声母 就不要有这个喉色音 在前面的话呢 他是 没有阻塞 就是 啊 就是个零声母字 呃 但是呢 这个学界呢 呃 学者们的观点不一样 不过 按说的话 他无论是 银母 无论是有 啊 还是 有这个 先喉色音 或者是没有这个喉色音 应该说 呃 他是不对立的 也就是说 基本上是不区别意义的 所以学者们的 这两种观点 应该说 还是呃 都有他们的道理 嗯 好 玉母 是 半原音 一个通音 是 鸭 呃 小母 是 哈 哈 是个蛇根的 清擦音 小母 是蛇根的 着擦音 是 啊 这个也是一对 清 着 对立的 擦音 最后呢 有两个声母 是 莱姆 也就是今天的 L声母 编音 拉 日母呢 比较特殊 是 一个 好像是 副辅音 呀 呢 和 呀 这个 组合成的 这个呢 也是学者们 根据现在 好多 地方的方言 比如说 有些地方 说日子的日 他是 说成是 你 有些地方呢 说成是 一 也有些地方 说成是 半原音 一 对吧 就是他的声母 所以学者们根据 各个地方方言 也就是说 呃 方言当中的一些 存古的现象 那么推测 当时的日母字 恐怕他的读音 是 呀 这样的读音 好 三十六字母呢 这个 代表字 和他们所代表的 实际的声母的读音呢 就暂时呢 就介绍到这儿 在这儿还要强调的 就是说 这种语音的构理 就是各个字母所代表的 具体的辅音的读音 这是学者们的推测 而现在呢 就是各家 构理三十六字母的实际读音 就是辅音的实际读音 学者们并不完全都一样 呃 有个别的差异 但是呢 总的来说 这种格局 这种框架 应该说 学者们 还是基本认同的 呃 有一些 就是细微的差异呢 我在这儿呢 就不做 呃 具体的介绍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